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11月26日,今天講的就是經歷完一場驅選之後,建制派當然是很開心啦 你看看這幅民建聯的照片,他們笑到彎上腰了,終於能夠休息啦,他們發出會心的微笑,笑到彎公蝦米,看到嗎? 其實沒有的,那裡大謊說大概一年,11億左右,一條千億高鐵的資源都在那裡啦 即是你計算它損失的那些議席裡面二百多席,合起來就大概十多億一年啦 所以才出現那些什麼?幾萬元一條電單車柱呀,那些不能避雨亭呀 這個設計真是很有問題,都不知道誰想出來的 整個避雨亭,整個東西得緊了,那些人走不了進去 你除了防著屎之外呢,我想不到有其他用途呀 還是怎樣呀?我記得呢,那時候有些人示範呀,就是要爬上去,躺在裡面 然後呢,那個蓋子才遮到你的,呀,或者是那些藍錐那些啦 因為那些藍錐呢,就最重視那些什麼?財物的嘛 那可能它就會放些財物去避雨咯,自己就臨沉了這樣咯 啊,是為藍錐設計的,是那些藍錐自己在那裡 就是那些藍錐蟲呀,自己在那裡呢 用自己的思維想,所以才弄了一塊這樣的東西出來的 但是其實這個不能避雨亭呢,有歷史的呀 很明顯的設計呢,那,看穿了它呀 它是自己想落多些石屎呀 為什麼要落多些石屎呢,就是弄到骨架那麼大呢 因為那些石屎那裡呢,可以偷工減料呀 是在那裡拿油水的呀,他們 那還有一個觀塘噴泉啦 噴一噴就五千萬啦 就是原來那個社區是需要這些東西的 不過觀塘區呀,又是呀 就是都是那些建制當選的 因為那區吃得少TG嘛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建制今次的成績啦 逐個會看,你簡單講的就是三個字咯,對不對? 陷黨產啦 但是呢,產方面呢,都有大產和小產的嘛 那我們逐個研究一下,就是這些叫什麼呀 驗屍感驗,最好的啦 啊,未來看看他們,就是哪個黨會開心些 哪個黨沒那麼開心啊嘛 啊,麥美娟那些不用說啦 哈哈哈哈,文米娟 那工聯會今屆呢,就拿了多少個人出來呢? 62個人,即是62個午餐肉團隊 王國興那些啊 結果呢,獲得的議席,五席 喂,會費都不夠給喔 那麼會長呢,就叫做吳秋德 吳秋北 吳秋北開記招的時候呢 就說成績未如理想 哇,好客氣喔 何止未如理想啊 簡直絕望啊 你理想是什麼呢? 我想你理想是62個人參選 喂,至少啊 即是一半半啦 起碼都三十幾人當選吧 嘩,加上你只有五席 那麼,另外那25個人 是不是要退黨才行啊?大佬 啊,不退黨我怎麼交會費啊? 好啦 那麼跟著又說會尊重選民的決定 喂,如果你真心尊重選民的決定的話呢 你是應該那五個議席都捐出來 即是發脾氣發脾氣不要玩 我不算啊 應該這樣才是嘛 但是你知道啦 即是工聯會這麼關顧新移民啊 即是肖有懷那些是吧? 那所以他們呢 是獲得加持的 今次都 獲得加持都 這樣的樣子 可能得罪成哥啊 之前就是這隻吳秋德呢 說這個成哥是什麼? 蟑螂王的嘛 嘿嘿,這班人 有不學無術 又不是賺得到錢 六七暴動也有他份 還要妄顧工人利益 那時候就是咯 啊,跟共共魚出一切 用了工人搞這樣那樣 跟著就割席啦 那些工會都是他們在那裡解散了 各樣的嘛 但是由於夠了的關係呢 所以今次呢 即是上屆他就有拿了九萬票的 今屆就有十八萬多了一倍 不過當然啦 都是輸 那王國健呢 即是那個副會長 就說 票數的增加 啊,反映選民沒有離棄到工聯會 即是他選民的意思是中聯版啦 他形容呢 選舉過程是在不公平的情況下進行的 那這些就是輸了賴地眼咯 跟著說什麼呀 選舉的宣傳品難以出街 街站受到滋擾 我想他的意思是去派傳單沒有人接啦 還有平時擺街站的時候被人罵啦 那你派傳單人家不接 那你就難以出街咯 那當然有另一個可能啦 即是如果他的宣傳單張印著自己的裸照的 那淫審處找他嘛 那就出不了街咯 那有兩個可能 至於他說街站受到滋擾呢 我不知道他說什麼啊 哈,是不是受到催淚彈攻擊啊 嘩大哥 啊,人家那些 何止滋擾啊 耳仔都咬掉了啊 不是受到滋擾啊 是受到襲擊啊大哥 那如果說不公平的話 人家那邊就更加不公平啦 是不是這麼說啊 而在一個這麼有利你的情況下 你種埋票各樣啊 你都可以輸的時候啊 在地下挖個洞 好像駝鳥一樣 轉個頭進去啦 好心你 唉,不過這傢伙呢 更恐怖 即是比民建聯更加恐怖啊 沒有承擔 沒有腰骨 沒有肩膀 在這裡說什麼啊 那工聯會在選舉裡面盡了力的啦 沒有人需要為結果辭職 那你看到了 即是這班傢伙呢 比民建聯更有不如的那些質素 即是是沒有了這個位的時候呢 沒有東西拌的 只是會做那些什麼啊 午餐肉膠剪啊那些東西咯 那所以他們一定個屁股貼凳的啊 那但是不知道啦 即是中聯版自身難保 補不補他的位我就不知道了 即是這班這樣的垃圾 可能隨時啊 順便的就是 唉,反正都沒有用了 掃地出門這樣 又是過期戶書堡了 那我們又看一下另一名 罕張咯 今次是罕張兄 就是由1994年開始啊 這個都叫接地氣啊 或者叫臭賣氣啦 就是1994年開始擔任葵青區區議員的立法會議員 說商料啊 商料自殺啊 就是文米娟 文米娟呢 在今屆的區議會落敗啦 即是沒有得商料啦 今次 但是他感覺到的嘛 即是這些商料議員都叫 有些用 有些地區工作那樣的 雖然就沒有人偷 大哥 你玩文米的啊 誰偷你啊 陰氣那麼重 對不對呢 就是日日在那裡 作為萬一痴 那個人啦 怪所以男人都不會老一誤你的了 他形容 結果反映 市民對政府施政不滿 喂,不用結果也能反映到啦,不用結果嗎? 盲的也能看到啦! 即是那個陳百祥在說什麼呀? 看不到這些民調,誰相信呀? 當然信不信呀? 不過這位罕障興呀! 就不知道是不是說話給其他人聽了 他說什麼呀?不會那麼沒腰骨,輸了去罵人 即是他表示落選的候選人要檢討自己的不足 希望獲得更多市民的認同 很容易呀,想獲得市民認同 你不就好像掃把頭那樣咯? 即是倒轉呀! 不過這次掃把頭就不是掃把頭了 變了吸塵機的頭呀! 即是催淚煙飛過來那時候呢? 你又找個鼻子掃插那些催淚器去 我下屆選你 做不到的話呢?就不好意思啦! 你就算跳脫衣舞呢?都沒有市民會認同的 搞錯了!是他跳脫衣舞的話,市民更加不認同! 這樣做教壞小朋友的! 嘿!其實怎麼會呀? 即是他脫衣服後都是紅毛屁股的款式 那你說啦!紅毛屁股都不穿衣服的啦! 你看著這隻紅毛屁股會不會有幻想呢? 就這麼簡單! 好啦!那說這個大哥大呀! 就是這個贏了長毛的李慧琼! 啊!琼魚那麼大隻! 不理魚那麼小的胃! 擺明有胃病啦!這個人! 不過呢!就是民建聯這些呀! 雖然民建聯就最無恥! 不過呢!原來這個字呢! 可能適合形容這個工聯會就會好些的呀! 就是至少民建聯呀! 選舉失利的時候會怎樣? 向這個中委提出請辭! 這個民建聯的中委會! 就是當日啊!曾鈺成都請辭的! 而且請辭成功的! 但是這個李慧琼子呢! 他那些就象徵式的! 就是這個一哭二鬧三上吊! 他又向中委會請辭啦! 跟著呢!就駁回的! 這些又是啦! 那些呢!家嫂那些呢! 在那裡哭著口! 你給我去死啦!你給我去死啦! 那但是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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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去的! 就是那些呢! 最後三天清貨清了三年都未倒閉那些呢! 簡單說就是炸家衣做下動作呀! 那那他向中委會提出請辭! 不過中委會不同意他的請辭! 那這些司空見慣啦!的那些叫什麼? 把氣! 我們用這兩個字把氣! 或者交氣啦!什麼都好啦! 那他就說啦! 個人的去留微不足道! 那我教他講! 說多一句! 離開很容易! 留下來需要勇氣! 不過可能這句呢! 就是有版權啦! 那所以呢! 他又說其他東西! 我個人的去留微不足道! 接下來呢! 我會落區! 聆聽聲音! 即是怎樣啊! 以前沒有落區聆聽聲音的? 還是你農了? 啊! 做好檢討工作! 期望政府檢討! 喂! 那你是做好自己的檢討工作呀! 還是做好檢討政府的工作呢? 即是說些東西一大抽我都不明白的! 沒有subject! 沒有object的! 事情一大抽我都不明白的! 即是我想他的意思是! 一大担的啦! 我們一憂之樂來的! 我們胡憑狗黨來的! 即是政府和我們都有不足的! 那但是呢! 都要找些東西賴的嘛! 那賴什麼呢? 啊! 賴屎! 賴料! 賴逃犯條例! 他又說會檢視過去數月呢! 啊! 這個處理逃犯條例修訂! 恢復社會秩序工作裡面的不足! 我想他搞清楚立場先啦! 因為其實民建聯呢! 在這幾個月的逃犯修訂條例來講呢! 他又和九品芝麻官那隻差不多而已! 即是畫了條街啊! 不得如月王線! 然後呢! 他又彈出彈入打我啊! 笨! 那些來的喔! 怎麼解呀! 即是之前呢! 他就在那裏說一定要過! 那些啦! 那之後呢! 無故又在那裏無故再往的喔! 在那裏說一早都叫他不好的啦! 未有充足的準備! 即是他們那些不會即時趕的喔! 啊! 我研究過很久的啦! 即是要趕之前呢! 要先扭一下屎房的! 是循步漸進的趕過旁邊的! 即是由1去到負1呢! 他們首先他會先到0先的! 首先呢! 就必定要過! 然後就說呢! 其實大多數認同都要過的啦! 接着就说可能会有点点阻滞,然后就说困难可能大于我们的预期,接着就说可能民意授权不足,接着跳下跳下就跳进去了,那有记者很差啊,问他什么啊,问他啊,喂,是不是被政府拿来陪葬啊,陪葬两个字可以用两个潮语代替的,就叫做什么啊,滥炒,那李慧琼呢,就说什么啊,不希望找excuse啊,就是没有藉口的, 为什么呢,因为之前老习,就是这个习近平,就说林郑做得很好啊,你们要支持他啊,所以这帮人不敢怼他的嘛,喂,但是你都没有正面回答过问题,你就说不是咯,是不是陪葬,我们都不知道多好,是那些选民不知定,那你就有骨气了,那你就有腰骨了,但是呢,他退了,他说什么啊,是我们做得不够好,会谦卑检讨,败选呢,是综合 综合的原因,是啊,综合的原因来的,就是我家里只猫奶屎啊,都可能关事的,综合原因来的,好了,接着人家问他啦,啊,知不支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啊,这样,他就说,经过驱选,市民的声音很清楚,之后呢,会公布总结和结果,目前呢,就团结了支持者先, 喂,你真的没有回答过话,那你知不支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才可以啊,哼,声音很清楚,就是,你们要我成立,我知道的啦,你们的声音很清楚,不过呢,我就不回应你住,你不要搞我住,哦,原来这个有八答的哦,那帝市大家识答啦,是吧,第一时间就要止暴制乱,那,政府的声音我们都很清楚, 之后呢,就会公布总结和结果的,目前呢,就首先团结了我们的支持者先,哇,这样答OK的哦,就是大家学下李维琴子啊,就是这句语句呢,我都要抄低的,啊,抄低在一个政治人物,啊,政治人物,汪汪废录里面,啊,不过他不是汪汪哦,他这条铃鱼来的哦,应该是喷抱的哦,随便啦,那有人又问了,哇,下下来都正问的,那也好呢, 啊,至少不会好像林郑那样,啊,他怎样啊,嘴一声另转面走了,啊,好啦,那李维琴子呢,就被人问问题,问什么呢,他说,那日后和政府的关系会不会改变啊,明年出战超区的人选,没什么人选的哦,他差不多含党铲的了哦,就是你要超区都是好像得李维琴的,是吧,就是那个周浩顶你个肺啊,都都妈妈声的了哦,落选了的哦,是吧,那周浩顶你个肺, 没得选的时候你要找,那就属中无大将,铃鱼当先锋的啦,是不是呢,那不过这条李维琴呢,他就说,那现在有一系列的问题,都会反省,反思,检讨的,包不包完去Candy Crush那关没过啊,一系列的问题,豈有此理啊,那不过他说什么呀, 输了选举,但不会输了初心,什么他中风呢,要人初心都有的,那又要召唤任何人出来的了哦,左手,右手,两手掩住心口,啊,那跟着就何君尧的了哦,两cm的深度,好啦,那今天就检视一下这个公策会啊,和这个民径联的,产不完的这个,啊,都没算含党产,他们少产而已,就没至于大产,啊, 啊,遲下先讲大产的是谁啊,啊,好,今天分享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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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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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